主料,低筋面粉10克,鸡蛋3个,辅量,玉米油20克,奶油30克,紫薯30克,粉砂糖3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先把紫薯压成泥备用,也可以用料理机哈,但是我喜欢这种一粒粒子子的感觉。 接着把鸡蛋分离蛋黄和蛋清,蛋清令打在无水无油气泥中备用,蛋黄中加入糖5克,玉米油20克,奶油30克半匀,加入过筛的低等半匀至5颗粒的面糊,然后加入滋水泥,半匀备用,分三次加糖打发蛋清,打发至接近温性蛋白就可以了,取一小部分蛋白至面糊中切半均匀,然后全部倒入蛋白中切半均匀。 倒入浮了油纸的烤盘上,轻振几下,然后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层150度20分钟,烤好的蛋糕立即取出刀扣在另一张油纸或保鲜膜上,撕去旧的油纸,然后再反过来,因为卷的时候,底层的紫薯力更漂亮。 用油纸把蛋糕卷起来,把头尾的鞭鞋切去两公分左右再卷,像包糖果一样包好,然后送入冰箱冷藏起来定型。 定型好的蛋糕就可以一阶段享用了,请尝一口吧。 烹饪技巧,撕去油只要趁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